来 我来吧 不用了 豆包的事我听说了 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啊 现在我成全村的笑柄 只有一蹶不振的人 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我知道你受到了打击 但是你也不要破怪的破摔啊 你就试着融入家乡生活 在这里重新开始 不好吗 我想要的生活从来就不在这儿了 你能这么说是因为 你没有尝过梦想破灭的滋味 你的梦想是纸做的 这么容易就破了 区区一个孙海天就把你搞成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就不适合做主播 我是因为现在清醒了 你才不希望大家误入歧途 我是为他们好啊 你别废话了 关键时候掉链子 你扰乱军心 还拆我台还有理了 你信不信我 打呀 来 打 你逼我是不是啊 黄思琪 从小到大都是你说错 我敢逼你 你不是想取定我吗 好 现在课我也不上了 你要是还行我反 等我奶奶腿好了 马上就走 走 走 去哪儿啊 你就这样你还能干什么 四海为家 浪迹天涯 反正就不当主播 钟晓冬 你别以为我 你别以为云川村 就离不开你了 我告诉你 以后我要是再管你 我就跟你姓 走 这样一来 思琪就再也不会来烦我了吧 按道理 我应该感觉到如释重负 无比轻松才对啊 可为什么胸口一阵发闷 还感觉有点疼呢 好 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 出于个人原因 村民装小洞 从今天起暂停授课 由我黄思琪 全面接管相关工作内容 我将利用一切空余时间 为大家答疑解惑 欢迎各位乡亲 在晚饭后上门咨询 或者随时拨打我的电话 视频和直播 怎么就没有意义了 特色经济 现在是新时代的大势所趋 什么叫短命的泡沫不能持久啊 咱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求大红大紫 只是希望能多几个粉丝 多卖点货不是吗 所以我们就坚持干下去 谁还能完得住不成 你说得没错 我呀差点比他小子带勾里去 所以呀光有信心还不成 咱还得调整好心态呀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就想办法解决 办法总是比困难要多的嘛 琪姐 我有个问题 就是小冬教我那个 通过紧急捅马蜂窝的办法 好像不太零啊 粉丝不仅不买账 还会有玩虚的 你几会捅马蜂窝呀 再说了 你天天捅 粉丝不烦 你不嫌烦呀 可你刚才还说要坚持 坚持不等于单调 你得保持新鲜感呀 这样才留得住人 我明白了 那我改天捅个蛇 我试试 张天宝啊 你怎么就跟窝过不去了呢 我都说了安全第一呀 那可是都安全了 还能有人看呢 你看看你自己的脸 你看要脸吗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我问你 咱村里那十几只流浪猫 是不是你在养啊 相信我 从明天起 你就拍那些流浪猫 总比你捅那什么马蜂窝强 真的 那我得试试 村里那几只猫可有意思了 主要还不折人 哈喽各位宝宝们 今天我要喂我们村里的流浪猫了 躲哪儿去了 猫猫 跑哪儿去了 也许猫觉得它更好玩吧 李叔别躲了 过来吧 过来过来过来 来来来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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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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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思琪 你看 我这种情况 还有办法抢妞的样子吗 你不是跟咱们这儿野生动物很熟吗 那时候我不是熟 你就甭想着吃了 你就不能换个思路 跟他们好好相处 把他们都拍下来吗 试试 宝宝们好 宝宝们都看到了吧 我手上拿着的 我手上拿着的 这是一只野生甲鱼 学名啊 叫中华鳖 又称寰鱼 鞘鱼 它呀 现在也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 这最主要的特点呢 就是肉质鲜美 这 这 不过请宝宝们放心啊 我一定会和它和平相处的 保护野生动物 人人有责 人人有责 我 我现在就给它放了啊 行了 回家吧 小心 谢谢 真的可以放心吗 无论如何 村民们总算是恢复了斗志 眼看田局又收获计 就要接近尾声 成败再次一举 绝不能有一丝松懈 加油啊 黄思琪 即便没有装小洞 你也一定能行 振兴云川 成败再次一举 小邓啊 奶奶瞅着你都熬战几天了 这奶奶真的是可心疼啊 你瞅 奶奶瘸着个腿 煮着个拐杖 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泡面 快吃热吃的吧 啊 你看这孩子 你赶快趁热吃了 好好地去洗个澡 把你自己也收拾出来个人样 行不行 我洗完澡也是太好洗 就不让他洗口水 放了 放到一筷子 小邓 一小会 8个小邓 我先诊论 你 你 你要